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北京官方强制迁离外来人口,引发强烈非议。 据报道,中国北京清华大学15名学对此案进行调查研究,反而遭到疑似公安单位。 警方下令监控,这份内部文件已在网络上曝光,引发新一波的争议。 明报报道,本月4日网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北京公安内部文件显示,当地警方指清大的15名学生透过微信联络,于3日在北京强制迁离人口的重点区皮村针对案件进行调查研究。 从曝光文件仔细记录亲大学生的活动、调研内容及背景等文件内容指出,亲大学生调研方式是与该村公有之家人员座谈,还有和街坊及工人交流等。 调查内容则是政府是否采取暴力、有无安置措施、公益求助途径、被清理后的出路等方面。 文件并列出所有15人的姓名和电话,最后指出,根据我大队监控截止至3日15时以上人员仍在皮村活动,我大队将继续关注此群体。 被监控的15名学生多数已关机甚至停机,其中一位被点名学生表示,他当晚回到学校就知道自己被点了名,觉得似乎是小题大做。